上贤上 自莫子言曰 今者王公大人 为政于国家者 皆遇国家之父 人民之众 行政之治 然而不得富 而得贫 不得重 而得寡 不得治 而得乱 则是本师其所欲 得其所悟 是其故何也 子莫子言曰 是在王公大人 为政于国家者 不能以上贤士 能为政也 是故国有贤良之士重 则国家之治厚 贤良之士寡 则国家之治薄 故大人之物 将在于众贤而已 曰 然则众贤之数 将奈何灾 子莫子言曰 比若欲众其国之善 赤裕之士者 必将赴之 贵者 敬之 欲之 然后国之善 赤裕之士 将可得而重也 况又有贤良之士 厚乎德行 便乎言谈 薄乎道数者乎 此顾国家之真 而社稷之左也 亦必且赴之 贵之 敬之 欲之 然后国之良事 亦将可得而重也 野生 吉他